她的血就從她的腳後根這樣流下來 你會覺得發生什麼事情了 就好像刀子這樣割一樣 而且是好幾道這樣子 你會發現到 你是不是比較缺少了一些水的 一些滋能 或者說不是保 而且它保養品怎麼擦都沒有用 裂開來還是會裂開來 那怎麼辦呢 基本上如果是你皮膚太乾的話 大概就是塗一些保濕 我覺得一般就凡士林就很好用 對 還是凡士林 因為凡士林你把它塗 後來它傷口比較好一點 我凡士林擦然後記得要穿襪子 所以凡士林比那種很昂貴的薄品 還有效對不對 因為它的肌底基本上都是有 有一點保濕跟油性的 但是就是說有一些人為我們擦沒效 因為有一陣子我給它擦也沒效 因為我發現它睡覺的時候 腳是不是就這樣子 它會磨來磨去 那有什麼用呢 它把它全部都留在它的床單上面了 所以我說老人家就是你把它 磨好之後記得把襪子穿上去 它會保濕度會比較好一點在那裡 好 所以羅醫師大概 皮膚乾燥的原因是什麼 對 一般我們知道 秋天皮膚乾燥 中間叫做外燥 剛才我們提到說什麼 陰墟型的 那叫內燥 外燥就是溫差 讓我們的角質層容易比較 容易就是脫皮 容易乾裂 那基本上剛才有結尊要提到 就是說保濕 那其確像洗完澡 我們趕快就做一些濕敷 那時候保水效果比較好 剛才蘇也提到 要在我們的寢室放一盆水 最基本的就是 你皮膚一定要幫它保濕 那我可以推薦三個中藥材 其實除了喝水之外 有三位中藥材可以來推薦 對我們的皮膚乾性皮膚的人 特別有一些養生保健的作用 可以讓我們皮膚比較滋潤 除了擦這些保養品之外 實在推薦 中藝第一個就知道 這叫做 中藝只要是白的東西 不管是吃的也好 抹的也好 事實上對皮膚的美白 養顏 美容上都有幫助 那它是從什麼觀點呢 因為福林在古人認為 它是說健脾液氣 它可以讓我們的腸胃消化比較好 自然你皮膚的微循環就比較好 達到這種保濕的效果 就是說第一個是福林 這四神湯一有的都有材料 第二個叫做白竹 白色的白 竹就是手術的術中間那個部分 白竹它也是腸胃調理藥 屬於說你身體比較濕的 皮濕的人 特別適合白竹 就屬於水腫型的 所以中藝來看減重 就會加白竹 這個叫白竹 第三個叫白燒 白燒一般中藝會把它炒黃 就變成黃黃的白燒 白燒裡面 它裡面就是把它白燒乾 這個乾 乾炒的乾上面加一個草字頭 它能夠對我們皮膚的自由肌 抗老化有作用 所以剛才就提到做 福林、白竹、白燒 我們一天大概十公克 可以煮水當茶喝 可以對我們皮膚的保濕 微循環都滿有幫助的 不過這講的是乾性的膚質 自己是不是乾性的膚質 不是由自己來判斷 而是要請專業的中西醫師來做 來做看看你的體質 適不適合吃這一些藥 尤其是你有呼吸道 腸胃道發炎的時候 就不鼓勵吃這些養生的中藥材了 是 好 所以在食物的部分 在秋天適合吃什麼 白開水當然是最好的 那本身我自己也會有像 那個賀羅伊斯的那個中藥 中藥飲的部分 我覺得也滿好的 而且只能在找合格的中醫師 那另外像檸檬水 或者是蜂蜜水 那還有就是說 我其實還滿推薦可以喝豆漿 就是說秋天的時候 可以來一杯溫豆漿 因為開始天氣變涼了 那豆漿本身它其實 維生素B群豐富之外呢 它沒有膽固醇啊 不用擔心一些額外的負擔 那大豆一黃銅的部分 其實對於皮膚的一個保養 尤其是更年期的媽媽 其實是很有幫助的 很有幫助的 所以一天其實一杯豆漿 不要把豆漿當水喝 因為豆漿呢 其實就是跟你吃豆腐啊 吃蛋啊 吃肉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說它是植物性的蛋白質 所以有時候我們養師講說豆漿好 有些媽媽會把豆漿當水喝 不是喔 它還是 那你建議一杯大概一天 一杯大概就是一個馬克杯 250到300cc 對 其實就 其實豆漿一杯大概300cc 它的膳食纖維就已經達到 一天建議量的1 3分之1以上了 對 然後它的那個大豆一黃銅 其實我們通常建議大概 2.5毫克大豆一黃銅 其實就已經很好 它那個其實都已經超過了 是 所以不用把豆漿當水喝 但是你可以一天 比如說早上的時候一杯豆漿 就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抽點 我覺得豆漿如果說是外面買的話 要注意它的糖分的問題 有時候外面買的豆漿好甜啊 對 所以其實現在外面就是叫青漿 青漿就是沒有加糖的 對 所以可以微甜 微甜啊 我個人可以接受半糖 半糖 營養師可以接受半糖嗎 你不是青豆漿嗎 如果沒有要做體重控制 其實可以半糖 但是如果你是屬於更年期容易發胖的話 接下來還是青漿為主 青漿 不然就微甜啦 就1 3分之1糖這樣子 好 再來看到的是便秘 便秘 要嗎 看這個火 便秘還念四季都有的感覺 因為你會有這種狀況嗎 會 有時候你知道嗎 其實很麻煩就是說 我剛有講到其實秋天會更麻煩 因為秋天你喝再多水其實就是很奇怪 就是你知道那個… 你知道人有一疾 可是那個一疾又出不來的時候 就很難過 對 然後可是我有一個解決方法 我自己又找到一個方法 我不曉得對不對 就是我即使我也只有便秘 但是我還是出不來的時候 我不會去用晚腸或之類的 因為我覺得那個很傷你的小菊花 有時候小菊花自己開花就慘了 對 原則上我會從肚脊這邊 肚脊為中心 然後按摩我腹部 我會順時鐘按摩腹部 或熱膚用毛巾稍微熱膚一下 大概五分鐘左右的時間 它就開始自己會蠕動了 有便秘 對 有便秘 趁個時候要趕快進廁所 通常這招還滿有效的 我不曉得對不對 這樣對不對 中醫師這有方法 就以肚脊為中心 然後在這邊 附近周圍這邊這樣子 對 肚脊為… 等一下 肚脊為中心 然後在這… 對 順時鐘 大概三指的地方這邊 我會稍微按壓一下這邊地方 因為有時候會鼓鼓硬硬的 對 然後我會稍微這樣揉 然後揉…到後來 就是大概五分鐘左右 你這樣我再揉下去 我待會兒會沖廁所 對 這樣會有一些便利 所以按摩其實應該是 一個好方法 這個可以是一個好方法 可是好像也沒有什麼 明顯的施政醫學說 這樣說一定有效 其實我們西醫也是很簡單 就是多運動 多喝開水 然後多補充一些高纖維的食物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夏天因為比較乾燥的話 其實你水分的補充很重要 水分的補充 那真的不行 那就來門診吧 就來門診 就會給你一些小東西 或者是一管東西 有吃的也有塞 可是那個用太多次不好 我做小櫥花自己會開花 現在是不行的話才用 對 好 那羅醫師有什麼建議 的確我們在剛才提到 所有之前的都是跟我們呼吸道 還有我們口腔連膜比較乾 事實上我們的腸胃道 在秋天的時候 大家其實現在都發現 我發現患者開始會吃 薑母鴨麻油肌了 對 他覺得開始有點冷了 現在人體質很虛了 稍微涼涼就開始吃這些熱性的 這些高油脂的進去 我們西醫師提到 沒有喝水 也沒有什麼膳食纖維 也不夠 既然便秘也提得多 尤其我們中老年人 銀髮族 他的腸道蠕動就比較差了 再吃這些對他身體 比較負擔的油脂類的食物 就不好了 就容易便秘 當然也對我們的排便有影響 所以剛才提到 像瑞琳提到按摩 事實上也不錯 每天做 你做一次的話 我們剛才西醫師提到 一次我覺得 效果並不是那麼的好 大概瑞琳是幾乎天天有在做 但腸道蠕動比較好 有些感覺有點鹹 對 飯後不能馬上做 你會讓你的消化會不太好 飯後的力量一定是比較輕一點 這個按摩一定是由輕到重 由淺到深 不能強勢 其實用力壓 這有幫助 不過中醫來說 它就是便秘有分兩種 一個是虛症 一個是實症 其實中醫很簡單的 就是虛食 對 看病都是虛跟死 什麼病都一樣 就先分虛食 先分陰陽 就是說虛症就是說 它比較貧血的 老人家低血壓的 頭暈的 四肢冰冷的 中醫叫做虛病 就是虛性的便秘 基本上這些是可以吃 人生皇期當歸的 當歸裡面真的油脂很多 對它的腸道蠕動很好 所以大部分的中老年人 甚至飲法族 我給它的便秘藥 都不是屬於蟹下劑 都是屬於這種 比如說腸道蠕動的 像跟營養師的角度 大概有類似這種 叫做 叫做 芝麻 核手烏 大概都屬於這種 油脂的啦 對 油脂都叫虛弊 真的現代的人 是因為石壁就是屬於高血壓的 口肝 口骨 口臭的 你整個是屬於火氣很旺的 需要吃蟹下跟西醫的這種 軟便劑很像的 我覺得並不是那麼多 所以我們年輕人也好 老人也好 你多吃一點含水分的 我覺得對便秘的 這個乳洞排泄也是滿不錯的 所以飲食的部分呢 秋天烤番薯很有味道 烤番薯就甜了 對 像山藥 還有剛剛羅醫師講的百合 青椒 秋葵 銅蒿 高麗菜 所以其實你秋葵